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地线 让你变成立财Superman 我们上个礼拜五看到了 美国公布了最新的非农就业数据 而这份非农洗优产版 一方面因为新增的就业人数 实在是远远的超乎市场的预期 可是另一方面 我们又看到了失业率同步上升 所以我们等一下会来帮大家 快速的解读一下 这份数据到底要怎么观察 以及对于联总会的货币政策 有什么样的影响 但是呢我们看到了今天的加权指数 虽然没有大涨 可是呢我们看到台积电是逆势下跌 拉回休息的 偏偏在这个时候贵买指数已经创下新高 所以其实整个行情的结构 就跟我们在之前上个礼拜 还有上上礼拜分析的应该是一致的 也就是在中小型股的结构出现调整过后 那在这个位置上面他就会缓步电高 那么也很顺利的在今天看到了 贵买指数冲下新高 所以我们认为这一波的行情还没有结束 好不好 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重点 一方面就是放在解读经济数据 另一方面也要把后续的行情观察 重点跟选顾的逻辑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在节目的一开始 一样邀请大家帮我们点个赞 那么有任何问题的话 也欢迎大家在影片下方留言 在交易上面想要咨询的话 都可以拨打影片下方的电话 团队伙伴都会第一时间来帮大家做服务 那么今天很明显的就是台积电跌倒嘛 因为台积电今天拉回休息 可是在资金的排挤挤出效应 因为你资金从台积电流出来 那你必须要找到出路 聪明前必须要找到一些股票去进驻 所以我们看到了很多的中小型股 不管你是在高档的在低档的 我们都看到了比较明显的反弹 甚至是创下新高 所以贵买指数在今天 真的就是创了一个波段的新高 因此我们认为这一波的资金动能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强 所以至少在现阶段我们不用在这个位置上面去预设立场 那我们也不用放弃行情 前一阵子在结构还没有调整之前 我或许我们的风险意识要拉高一点 原因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资金到底会不会完成结构上面的调整 可是既然已经完成了结构上面的调整 上个礼拜嘛 那么我们现阶段的话 是不是就会有很多的中小型股开始接棒轮动 这就是现在的行情的格局跟观察 所以呢我们认为投资朋友不要觉得好像在这个位置上面指数很高 那事实上也真的是指数很高 所以我们一直跟大家讲说指数的高档应该就是在这个位置上面 所以事实上加全指数是不是在最近 一直都在这个位置上面区间震荡 它没有出现大涨嘛 涨的是涨哪里 涨在贵买指数嘛 涨到贵买指数还能创下新高 所以呢指数我们说的加全指数在现阶段 去观察它的意义没有这么的大 反而是应该要把眼光放到这个贵买指数上面 放到中小型股上面 因为资金在上面轮动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那么呢在上个礼拜五的美股 我们可以看到道琼走法最强 一改往常 为什么之前都是纳斯达克特别强 或者是肺斑特别强 可是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纳斯达克指数的走法没有道琼那么强 肺斑甚至是逆势收叠的 那么其中两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因为道琼里面的成分股3M嘛 3M跟很多的小镇周围的小镇 在官司上面达成了和解 那么为什么3M要跟这些小镇打官司 不是他要跟他打官司 是这些小镇去告3M 原因是因为3M它毕竟是一个化学产品的生产工厂嘛 所以他们会有很多的污染物 而在最近的官司当然就是在那个福 福 F那个福好不好 化学福啊那个F的福 福的官司上面呢 跟很多的小镇 达成了和解 就是赔钱了事嘛 那你既然达成了和解以后 市场上面就会偏向利多去解读嘛 你先不管他有没有赔钱 但是至少官司不用打了 所以我们就看到3M大涨超过8个百分点 而道琼的成分股里面大概就30档嘛 所以呢你3M价格大涨8% 那你又看到了工具机的卡特比勒也大涨 所以在这些传产类股大涨的情况之下 道琼的走法就非常非常的稳 那表现也比NASDAQ更好 那至于会不会延续下去呢 这件事情很难讲 但至少我们要来帮大家解读 为什么上个礼拜五道琼走法会比较强的原因嘛 可是在废半的部分 走法就比较弱一点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AI股休息嘛 我们看到了AMD拉回修正 我们看到了NVIDIA拉回修正 虽然没有大跌 大概都是跌个一个百分点两个百分点 但至少他们就是在做熄火在做休息嘛 所以我们很难看到这些半导体相关的类股 或者是科技类股出现比较明显的涨幅 好不好 这是上礼拜五的行情的一个观察 那么呢 在上个礼拜五 我们刚刚在节目一开始提到的 这一份非农就业数据 这一份数据的新增就业人数 是远远的超乎市场预期 新增就业人数33.9万人 而市场预期是19万人 那么我们要先跟大家讲 实际上面在非农 我们看到的这些非农新增就业人数 都有经过所谓的季节性调整 什么叫季节性调整 也就是呢 如果呢 平常在4月份 在4月份 在5月份 在5月份 这个时间点 往年通常 它的新增就业人数 都很低很低很低 那么呢 代表它有一个 季节性往下掉的因素 所以呢 我们在统计的方法上面 会把它修正回来 你把这个季节性的因素排除掉 那我们再讲的更白话一点 我们看到了新增就业33.9万人 不代表美国真的增加了 33.9万人的新增就业人数 而且有的时候 甚至我们看到这个新增就业人数 是怎么样 报告出来是正的 可是实际的就业人口 却是减少的 这个东西是在统计上面的 一些估计的方法 好吧 那无论如何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新增就业人数 是远远超乎市场预期的 当然这个部分也是因为 在最近这一两年里面 疫情的关系 所以导致就业市场 非常的扭曲 你原本在20 你从2008年 一直到2019年 这段时间 没有疫情的干扰 所以它的季节性的 这个变动 是非常稳定的 那你去做季节性的调整 那通常都不会有什么 太大的问题 可是在最近这两年里面 因为疫情导致 整个劳动市场是扭曲的 所以你去做 所谓的季节性调整 你可能会看到一些 蛮特别的一些数据 那么我们再观察 失业率的部分 非农工部这份的失业率 意外的大幅上升到3.7% 有没有 上个月是3.4% 超低哦 在这个月是3.7% 来到了2022年10月以来的新高 市场预期是多少 3.5% 这时候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有没有 因为你新增就业人数 是比预期还要来得更高 结果你失业率 怎么会比预期来得更高 这个东西就是因为 统计上面的差别 那么我们也讲过了 非农跟在 因为非农就是每一个月的 第一个礼拜五嘛 它会公布 那么还有另一份劳动数据 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ADP的新增就业人数 那么ADP是在每个月的 第一个礼拜三 它会比非农还要早两天公布 所以叫做小非农 那么ADP的新增就业人数 跟非农的新增就业人数 开始出现脱钩 那当然一样是统计方法的不一样嘛 一个是所谓的薪资调查 一个是所谓的加户调查 这个我们不用讲的太细 但我们要让大家知道的是 在解读这些经济数据上面 一定要去了解它背后的统计原理 而不是直接看到这个人数 就说原来就是这个样子 超乎预期 所以劳动市场超级火热 好吗 我们要去 如果投资朋友对这个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自己去观察一下 或者去了解一下 在非农跟ADP 他们到底背后的统计基础是什么 好不好 这个东西我们也是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但至少现阶段 我们可以看到劳动力市场 一方面维持了韧性 什么叫维持韧性 新增就业人数还是很强 可是另一方面 失业率有没有在攀升 有在攀升 而失业率攀升是连准会想要看到的结果 但是要记住 3.7%的这个失业率 仍然是非常非常的低 美国的劳动市场还是很强 那这会导致什么呢 导致这一份数据 我们讲的叫做洗优参半 那洗的地方在哪里 因为你劳动市场还是蛮强的 还是有韧性 所以不会有所谓的 急转直下的经济衰退的风险 在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急转直下的衰退风险 那这个当然对于金融市场来讲是好消息 可是另一方面 因为你的新增就业人数仍然是非常的高 而失业率仍然非常的低 所以对于联总会来讲的话 他们当然没有办法很肯定的告诉你说 我们这一轮的升息循环已经结束 那这一件事情反映在粒粒角色上面 会变成怎么样呢 来6月份呢 联总会应该是不会升息的啦 应该是不会升息 就是暂停升息 那逻辑我们上个礼拜讲过非常多次 那以结果论来讲的话 认为6月份我们这样子看起来 应该是不太会升息的 几率是相对的比较大一点啦 那可是呢 在7月份的时候呢 原本市场认为6月份要升息一码 因为大家觉得联总会就是要一次到位 那一旦开始喊咖 那就后面就不升息了 可是现在不一样哦 很多的联总会官员出来告诉我们说 我们可以6月份先暂停 但是6月份暂停 不代表后面不会再继续升息 所以市场已经把升息一码的 这个时间点往后推了 有没有 在7月份升息一码的几率 已经来到了53% 是略略的大于一半的嘛 所以说它算是一个比较大几率的事件 因此呢 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 联总会的货币紧收政策还没有结束 那至于什么时候要结束 最快最快 我们要看到7月份 我们才会知道 那么在7月份 飞农数据公布完以后 我们说了嘛 你毕竟劳动市场还是很强 所以呢 在短线上面 我们就看到了 10年期公债殖利率忽然跳升 忽然跳升 那10年期公债殖利率呢 我们在前面也讲过 你说要回到前面这个4%的高点 有一点困难 但是你说殖利率要开始马上掉吗 也不容易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之前在分析 债券型ETF的逻辑嘛 我们说这个位置上面是 债券的价格的什么 长线相对低档 可是呢 如果你在这边 你说你想要抄底的话 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再等等 再观察一下 再停看停一下 这个逻辑从2月份一直到现在 都没有改变 因为殖利率我们认为啦 长天级的公债殖利率应该会在这个位置上面高档震荡 那么另一方面也要提醒大家 在接下来因为举债上限已经被暂停了嘛 他不是被调升被暂停 也就是我们这个举债上限先不用管他 那这个时候美国财政部会干嘛 会发行新的债券 所以当财政部发行新的债券 以后要留意哦 留意什么 这个公债殖利率有可能会往上走 所以在操作债券的投资朋友 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这个风险 一旦呢 这个风险出现的时候 大家在操作上面的策略可能就要调整一下 再来我们回归到台股的部分来看 今天的台积电很明显的就是拉回休息嘛 跌1% 跌1% 但是价券指数在涨哦 代表有其他的全值股在负责拉动指数 而台积电在这边 熄火休息 对其他股票来讲 是不是好消息 是好消息嘛 原因是什么 我们上个礼拜五的节目在周末播出的 我们说了在中小型股结构已经调整完以后呢 即将创新高 有没有 即将创新高 提大家要留意落后补涨的趋势 这是我们上个礼拜要给大家的一个观点 那么很幸运的啦 在今天开盘没多久 贵买指数就创下波段新高 所以其实我们对于行情的观察 更重要的是要去看未来到底要怎么走 那么在之前台积电一直狂涨 加权指数创新高 贵买指数还在这个位置上面 很多投资朋友其实是相对的比较悲观一点的 但是我们已经提醒过大家 后面要观察什么 结构有没有调整 那你出现了这根长红K以后在这边震荡 中小型股开始慢慢的接棒轮动 在这个位置上面其实就是结构调整 那结构调整完以后呢 是不是接下来就是缓步电高 所以我们在分析股市里面的逻辑是一环扣一环 我们先不管你操作到了什么样的股票 至少你在大方向上面的观点 你不能看错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看到了今天贵买指数 成功顺利的创下新高以后 行情至少不会在这个位置上面 说马上就over了嘛 如果行情要在这边马上就over的话 那贵买指数根本就不需要拉出这一根 这个逻辑我相信大家都能接受 可是呢实际上面在操作上面 它的难度高不高 非常的高 而且对于心态上面的考验 那个门槛又更高 很多的股票是怎么样 你之前前面买进了 然后结果隔天马上就重做 前一天涨停板的哦 隔一天可能会给你跌5% 跌完5%呢 你会发现再隔一天 它又创新高了 所以很多的股票在现阶段 它真的是上冲下行的波动非常的大 那么你要去面对这样子的上冲下行 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买的够低嘛 你买的成本够低 那你就可以不用被这些上冲下行 去影响到心情 具体来讲嘛 像中华化我们买在这个位置嘛 买在这个位置嘛 当天涨停板嘛 你拉回以后 在这边 我们一样是获利的啊 一样是获利的啊 你可以再多观察一下 再多观察一下 看看到底是 在这个位置上面 有人要把所有的筹码倒出来 还是它只是一个换手 那么呢 你看到今天早上是不是 一下子上去 好像又要涨停板了 但是呢 现在的股票就是这么的喜心态 它就会再往下拉回 再往下压 那当然就是因为现阶段 很多前一波没有上车的投资朋友 然后呢 会看到股价开始脏了 哇 要赶快上车 一窝蜂的冲进去买股票 可是呢 在手上有股票的人 会不会想要先获利了结 当然会有嘛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多空拉扯 那我们在这个多空拉扯的方面 我们要怎么观察 再多看一下嘛 再多看一下嘛 如果真的在这个位置上面股价 要开始转弱了 股票呢 开始筹码换散了 那它转弱的时候 我们再做停力就好了嘛 做好停力点就OK了嘛 那如果没有转弱的话 它能够顺利攻上去 那我们就让获利奔跑 所以我们在操作上面 不论是进还是退 我们都要先规划好 那当我们已经规划好了以后 接下来就是照纪律来去做执行 这样就OK 那像是育龙呢 这档股票也是洗到受不了 我们之前大概是买在这个位置吧 买在这个位置 没记错买在这个位置 然后呢 当时的股价要突破不突破的 后来呢 突破上去压回 隔天呢 再涨 然后呢 再涨 创新高 再压回 可是你会发现这档股票怎么样 以它的形态上面来讲的话 它是不是在一个多头的格局 它是不是缓步电高 那如果每一次你说这个地方涨上去 啊留了一根上影线 行情要结束了 那你后面这段怎么办 那你呢 在上个礼拜看到这根很长的上影线 你觉得行情要结束了 那后面这段怎么办 那今天你又看到了一根上影线 可是股价又再创新高 那要怎么办 后面会不会继续涨 哎呦 不确定吧 但是你能怎么样 你能够再观察看看 所以当我们的成本 如果是在这个位置上面的话 我们就有很大的空间 能够去做观察 那一样呢 你设定好了停利点 设定好了停存点 那你就照几率来去做执行 那你这样在操作上面的话 也不用太有压力 因为你知道你什么时候该进场 什么时候该报 什么时候应该要出场 有没有 这就是操作上面的一个策略 再来6160的星际 也是我们上礼拜跟投资朋友 在群组分享过的 那么我们之前买在这个位置 来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每天都在上线 每天都在上线 哎拉上去就下来 拉上去就下来 喜不喜心态 非常喜心态 你就有一种冲动 很想要把它卖掉 想要把它赚个一两% 我就把它获利了结 可是呢 因为这种形态的股票 我们知道 它是在一个多头轮动的格局上面 所以呢 我们就抱着嘛 你抱一抱 哎忽然就来一根涨停板 今天呢 早上呢 强不强 强啊 再创新高 可是一样压回了 可是压回需要担心吗 再观察一下嘛 如果我们每一次 只要一出现压回 我们就把所有的股票卖掉 哎那后面 如果真的要继续涨的话 是不是就没有机会参与到了 所以呢 你当然可以使用 所谓的分批停利 然后去抓好你的停利点 这一套方法 可以一直试用下去 你不要觉得 所有的股票 都要卖在最高点 太困难了 也不要觉得 所有股票都能买在最低点 太困难了 但是你可以用分批买进的方式 你可以用分批卖出的方式 来去平均掉你的价格 让你不会买在最高 也不会卖在最低 因为你已经被平均掉了嘛 所以呢 在股价仍然是维持在一个多头格局的架构上面的话 因为我们就有更多的时间能够去做观察 再来 还有6209的金国光也是一样 它的股价表现比较没有像前几档这么的明显 可是它的股价走法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那有没有发现在这个位置上面整理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 它其实已经默默的突破了这个区间 开始往上走了 而在这个位置上面 它会先消化前面的套牢卖压 可是在现阶段 我们看到这个套牢卖压消化的顺不顺利 非常的顺利 特别是它有无人机的镜头 我们观察到了今天的军工概念股走法相对的比较强哦 重新获得了上涨动能 所以在这一个题材上面 再加上股价的形态漂亮 我们认为在未来 它的股价就有机会可以表现 那么的话 在最近 特别是在这一两年里面 我们认为对于投资朋友来讲 的操作难度 还蛮高的 理论 这个原因是什么 就是因为很多投资朋友都是单兵作战 都是自己在工作完以后下班 然后再加减看一下股票 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样的新闻题材 可是这样子单兵作战的方式 真的已经落伍了 在未来会淘汰到越来越多人 理由是什么 因为现在的资讯网络越来越发达了 所有的资讯 很多的群组 很多的自媒体 他们都会把这些资讯第一时间公布出来 所以呢 这样子资讯越来越发达 代表我们每天要消化的资讯量是越来越大 而到了现在 金融市场每一天的资讯量 已经不是一个人能够消化完了 所以其实大部分人都在打团体战 包含我们也在打团体战 而我们团队 每个人分工合作看不同的东西嘛 你去看军工股 你去看探权题材 你去看除能题材 然后呢 有人要看总金 有人呢 会在其他的群组里面 看看到底有什么样的小刀消息嘛 当然这些消息不是照单全收 我们还必须要去做过滤 但重点是什么 重点就是我们必须要去打团体战 因为一个人根本就消化不了这些资讯 那至于呢 投资朋友要怎么打团体战 这件事情 当然不是说 你去找几个好朋友 然后自己拉一个群组以后 就可以叫我打团体战 实际上面 每个人都应该要有在各自领域上面的 专业 所以呢 最简单的方式 我们提供给总资朋友一个方向 就是到我们的群组里面嘛 至少我们可以帮大家追踪看看 现阶段到底市场最在意什么资讯 是比较在意总体经济呢 还是比较在意产业的趋势 还是比较在意一些现阶段最新的题材 那么这些故事呢 其实大家只要掌握到的话 对于市场的那个方向 就不会脱钩的太远 所以总资朋友 如果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打团体战的话 都可以加入我们的群组 上面是我们的line 下面是我们的Telegram 里面的资讯都是免费的 那我们团队还会继续来帮大家 追踪财经市场的最新资讯 还有继续帮大家解读 总体经济数据背后的秘密 那么在最后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 也千万不要忘记帮我们点个赞 你的赞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 那我们今天的分析就到这边 大家拜拜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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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